持續帶您關心食品安全的話題 那麼在北市衛生局呢 在今天呢 是公佈了這個丙西西安的檢驗量 那麼它抽驗了是20件的產品 請就有一件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 很熟悉的這個卡提娜 這個口味是全天然洋芋天婦羅口味 天婦羅口味更正 它是被檢驗出了含有丙西西安 總共是1202的PPB 已經超過了標準值在1000的PPB以下 那目前呢 這個業者卡提娜業者 它是已經自主的下架了13件的產品 而且呢 是依照這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第七條 也已經提出了這個改善的方案了 這個卡提娜呢 被爆出含有這個可能的致癌物 當然呢 在今天也是持續的引發大家的討論度 但是這個丙西西安到底會不會致癌呢 事實上這個國際癌症的研究機構 它就將比西西安歸位為2A的物質 表示是對動物具有這個致癌性 但是流行病水的研究是沒有辦法證明 它是人類的致癌物 但是呢 事實上衛生局提醒啊 像這樣子的我們的油炸食品 還是手持為妙 而且呢 我們是盡量的 不要來常常吃這個油炸的食物 因為裡面可能 還是會含有一些致癌物 而且可能連業者都不知道自己是超標了 所以還是提醒民眾 隨時平常就要注意自己的食品健康安全 接下來帶您看到這個黑心的米餅 大家都知道在昨天啊 來看看這個就是黑心米餅廠商的負責人 他是出面來道歉了 那這個黑心米餅查獲的事件呢 是一名這個嬰幼兒的知名食品廠商樂飛 他是被爆出違法使用這個工業用的氮氣來填充包裝 而且他的廠房還有機台上面 竟然是還有蟑螂跟老鼠的排泄物等等 那這個消息一出呢 也是讓不少的家長感到相當的憂心啊 萬一我的小朋友來吃到了他們這家工廠製作的嬰兒米餅怎麼辦呢 那麼其實業者昨天就已經是在官網發出了這個道歉聲明 自己坦承是在製作的流程上面是有所疏失 而且負責人剛才也出面道歉 你剛才你也看到這個負責人在昨天呢 其實他也是出面來道歉 坦誠說他們這個整個工廠的生產線包含這個氮氣鋼瓶 還有整個生產線製作的衛生 事實上是不符合規定的 不過這起事件呢會被爆出的主要原因 其實呢是一名這個離職的員工 他表示說啊他自己是在這個四年前來接觸樂飛這個米餅的嬰兒用的米餅的公司 那麼當時呢這個公司是號稱各項的產品規格 全部都有通過ISO還有這個有機認證來看看這個包裝 項頭看起來是不是就覺得他是一個相當的 感覺還不錯的一個嬰兒迷筆 而且項頭還掛大大的有機兩個字 那當時呢這個老闆這個蔡文淵他還表示說 他是生產好的產品要有良心 那麼所以呢這個離職員工看著這個老闆是想說要生產好的產品 所以他才決定加入 那沒想到呢這個員工說他到職之後發現公司是竟然違法來使用工業用的氮氣來封存食物 而且還是給嬰兒吃的 那這個員工呢是表示說其實這個鋼瓶在外 鋼瓶的外表 上面就清楚的標示說是禁止用在食品上頭 但當時這個老闆蔡文淵卻是視若無睹 而且這個員工還加碼向媒體爆料說這個老闆還會交代工廠內部的幹部 在衛生單位或者是其他的機查單位前來視察的時候 要把這些工業用的氮氣鋼瓶來藏到陽台上或者是廁所 藉此來規避他是用這個非食用的這個氮氣來封存食物的事實 那麼這個員工表示說 他其實呢一直不斷的有在好心的勸說老闆 其他員工同樣也是看不下去 都有跟老闆說其實不要這樣子做 這樣子對我們的品牌不好 但他回覆說當時老闆說 我只在意成本其他不用多說 那讓這個員工呢是感到相當的心寒 所以呢才來爆料 那進而呢讓這件事情呢是讓這個社會大眾全部都已經知道了 那麼在昨天呢事實上這個業者他也是發出了道歉的聲明 看到沒有這個後面這真的是 好長好長的文字 全部呢都是在講這個他們公司呢 其實事實上是已經知道錯了 而且發現他們自己呢是有書師的 那麼開頭就說了 是為了要更優化產品增加食品的保存性 所以呢這個盒裝的有機寶寶米餅 才是改用氮氣來填充 那這個業者表示說他們合作的供應商出具這個氮氣程度 達到99.9999等等符合國際規範 的這個氮氣 但是呢卻沒有想到這個 氮氣的這個鋼瓶呢卻是不符合法律的規範 事實上聽到這邊其實 大家都會覺得有點好奇啊因為這個 明明鋼瓶的評審就已經說這個是非食品用的了 就算他就符合國際標準 你還是其實不能夠用在就是 食品上面更何況是給小銀兒吃的 那麼這業者也說了是由於自身疏忽而犯下的錯誤 經過這次教訓會痛定思痛 今後一定會更加謹慎的心來去把關食品的安全 而且他最後還強調他還是說內部我們都有定期的清潔消毒然後防治病蟲害等等的措施全部都有做他還質疑說這個當初是被拍到有老鼠的排泄物等等都是人為外部加工拍照 他認為是這個離職的員工為了是要俠院報復 所以來加工不乾淨的東西在生產線上面 所以呢業者是說他保留法律追溯權 不排除將會提告 但是呢這個新北市政府的這個衛生局 他們接獲線報 他們也是回應了說其實他們已經查到了啦 業者你使用的這個鋼瓶 他上面明明就已經 標示說是禁止用在食品上頭了 而且你卻還是拿這個氮氣鋼瓶來進行米餅的充氣包裝作業 而且新北市衛生局也說了 這一間廠商呢他的生產製程就是沒有符合衛生安全的原則 而且廠區還有部分的衛生缺失 如果沒有在限期內改正的話 將會儲新台幣6萬元以上最高2億元以下的罰還 那您看到 前前的這兩個我們食安的問題之後還有下一個 其實這個大家應該最近都不陌生 應該很多 網路上的人都在討論 我們的這個網紅理科太太 他又浮現在我們的媒體版面上了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事實上就是因為 他跟他的先生兩個人是已經開始來發展自己的品牌了 他們開始來就是創造自己的這個個人形象了 他們是代言一個號稱 一瓶抵十二瓶 而且 他來說這個 狀態呢是讓人好到爆炸 這樣子的一個字眼的這個維他命產品 而且呢 他們兩人是那個透過募資的平台開放訂購 在一天呢就募款了 破千萬元 然後一個禮拜就已經募款超過三千兩百萬元了 但是這個文案呢 事實上好像是有點誇大 因為他的文案是宣稱 只要吃30天就有感覺 也可以增加體力啊 提升工作的效率等等的 讓精神變好 讓思緒靈敏 那這個維他命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厲害呢 那麼這個衛生單位就是要查了 是認為他似乎是 涉嫌這個 廣告的這個誇大不實 所以北市衛生局 將會 對理科太太來進行約談 而且食藥署也已經 注意到這件事情了 那麼表示說如果違法的話 最重是可以 儲400萬元的這個罰金 那麼這個YouTuber呢 這個理科太太 他的本名事實上叫做 陳映童 他是已婚 而且他們兩人是有一個小孩 他的學歷呢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理科太太的學歷非常的高 他是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 生物醫學工程的碩士 那麼這樣子呢 所以是引發了很多的廠商會想要來找他代言 或者是適用相關的醫療產品 他自己本人其實也常常在YouTuber上面 是做一些 很多的像是什麼 醫學啊 或者是一些生物的分析 也是獲得了很多民眾的信任度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 維他命的 涉嫌誇大不實的事情 爆出了之後 理科太太啊 他還是發文回應了 他說看到食藥署 這個夜下 不禁有一點失 那看到食藥署的 氣科組組長 黃建龍 他說 我們的影片 和網頁的內容 並沒有明顯的 誇大不實 或者是 宣稱療象 事實上呢 他表示說是有點欣慰的 而且他還說 這個文案 都是經過這個 衛生局 已經看過了之後 才PO出的 合理合法 是他們的 最低堅持 但是事實上 這個理科太太 他似乎是這個違反醫療相關法規 事實上也不是 頭一遭了啦 大家還記得嗎 因為他在2019年的時候 3月的時候 他才因為這個違規 醫療廣告 而被開罰 當時呢他是拍攝了一支 居家的子宮頸癌檢測的影片 那這個醫療產品是合法的 但是這個醫療產品 沒有事先申請廣告的 許可 就找理科太太來 拍攝使用的過程 是涉嫌違反醫療法規 被開罰了20萬元 那麼理科太太也因此變成了 全台灣 第一位 被開罰的 網紅 在2019年1月的時候 理科太太事實上也拍了一個影片 他提到說了這個有機蔬果 只是禁止化工農藥 在合理的範圍內 還是會使用低劑量的農藥 跟有機肥料等等 農糧 農糧鼠呢 聽到了之後 就不以為然 農糧鼠是直接發文來打臉 理科太太說有機農業可以允許農藥殘留 這是美國的法規 然而在台灣呢有機的規範是絕對禁止有機農場來使用農藥的 那麼這個理科太太呢在當時呢事實上也是爭議不斷 因為呢他是一名知名的Youtuber 加上他是具有這個高學歷在美國的知名大學 念生物醫學工程的碩士 但是卻針對這些像是醫療啊或者是一些衛生單位的這些法規 似乎都還不太熟悉 發言呢是屢次的來引發爭議 也是讓這個理科太太他自己本人的風波 持續引發討論度 就會忘記了 文字幕作為初詞 從來文字幕作為初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